大家好 欢迎来到慧眼看中国 我是孙宁 9月14日 东京羽田机场发生了一起令人啼笑皆非的互殴事件 视频中可见两位中国女性在机场爆发了肢体冲突 她们互相拉扯头发并激烈争吵 在旁边日本安保人员碍于语言不通 只能边讲话边比划着手势 但并没有缓和大妈们的战斗 有旅客笑称 这名安保人员看上去像是现场比武的裁判 还有旅客表示 自己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感到既好奇又震惊 随着现场秩序逐渐失控 机场方紧急联系消防车赶到现场待命 以防不测 最终在日本警方的介入下 两位中国大妈才被迫停战 目击者表示 事件起因是其中一位女性试图插队 另一位女性对其行为表达了不满 双方互不相让 最终升级为肢体冲突 该视频被发在网上后 引发了网友的广泛讨论 一些日本网友对这两位女性的行为表示批评 认为在公共场合打架不仅不能解决问题 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混乱 还有日本网友甚至表示 应该严格限制对中国的签证资格 日本不需要这种野蛮人 也有不少中国网友纷纷斥责这种素质太丢脸 不少网友说 我自己都觉得好羞耻 也有人说 之前去日本旅游最烦的就是遇到这类丢脸都要丢出国的人士了 看到都是有一定年纪的 明明飞机有座位编码偏偏要排队抢着上飞机罢座位 坐了人家位置还很理直气壮的 怪你不懂辨通 还会骂骂咧咧 空城人员都很无奈 还有人说 有钱出国旅游还嚣张跋扈的 基本都是共产党退休官员 不是权贵就是权贵的女人 我们普通老百姓可不敢这样 近年来 随着中国游客在海外所造成的一系列不文明行为 使其形象在公众心目中也蒙上了一层负面色彩 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国游客不待见 依次偶然机会 有网友在超市拍到了这样一个情景 只见一对情侣在挑选饮料时似乎陷入纠结 于是直接挑中一瓶拧开品尝 然后摇了摇头 很自然的又把打开的饮料放了回去 过后又来了几个年轻女孩 她们在挑饮料时同样选择了打开品尝 不过令人愤怒的是 这个女孩将自己喝过的放回原位 又拿了一瓶新的放入了购物车 然后几个人嬉笑离开 该网友写道他们不开口 我还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中文 这让我很尴尬 最后只好在他们走后 拿了这两瓶饮料付款 然后出来扔进了垃圾桶 近日一段台湾和大陆游客在日本迪士尼 发生口角冲突的影片 在微博疯传播放次数破亿 视频里的男子说 凭什么说中国人 我问你没事的好不好 可不可以必须要道歉 道歉能不能道歉 期间镜头中的台湾男子 不停帮妻子道歉 努力缓解 不过台湾女子表示 谁要跟你道歉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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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不用理她 她疯子不用理她走了 走开好不好 不用理她 走开了 目前事发原因和时间 仍不明 有报道显示 疑似是台湾女子说了一句 滚回中国引发拍摄者的不满 不过该女子表示 自己并没有在辱骂拍摄者 但中国男子依然不依不饶 视频最后台湾女子先行离开 拍摄者表示自己已经报了警 要把他们抓回来 还表示自己一定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必须和妄想分裂的他们死壳到底 在该影片的下方 网友们对中国拍摄者的指责不断 有网友表示 自己6月去普吉岛 在饭店吃早餐 遇到了一大堆中国人 一到座位就拿了一大桌子的食餐 不到半小时 桌面上一片狼藉 还剩了一大堆食物 接着就一轰而散 感情成去了 等到自己吃完早餐要上楼时 听到大厅像菜市场一样的吵闹 大声喧哗没停过 总之中国人出国就是素质很差 也别说别人都针对中国 自己的行为就自然令人讨厌 也有旅客分享 日本人对台湾人交友好感 就算没差别待遇 但态度更友善 对中国大陆游客就没这么好 也遇到过说中文的游客 不管来自哪会讲自己是台湾人 就是希望旅游品质更好 同样中国大妈们在北美也干出来了一番大事 前几日一位定居在加拿大的华人表示自己院子里的蔬菜被三个华人大妈偷走了 被偷菜的华人受害者表示 他的妻子当时在哄孩子睡觉 不久后 三位华人女性在屋外大喊大叫 他的妻子就敲了敲玻璃提醒他们降低声音 一开始 他的妻子以为他们只是恰巧经过的路人 没有过多在意 但后来觉得有些不对劲 就查看了监控 惊讶又愤怒的发现自家种植的绿植被偷了 随后该屋主在网上公布了三人的背影照片 并发言到想要菜可以 礼貌敲门说清楚情况可以直接给 但是不问自取就是小偷的行为 并警告说 如果下次还敢来偷菜就直接报警和公布正面照片 公开的照片显示三人若无其事的拎着屋主的绿植 毫无紧张不安之情 看样子像是惯犯 对此 许多华人看到这则消息后都感到非常惊讶和无语 今年7月左右 韩国多家网络社区也开始口诛笔伐中国游客 据南韩news1报道 韩国冀州岛便利店的店员发文大叹倒霉 说自己准备交班时看到了中国游客留下来的这一大堆垃圾 并附上三张店内堆满垃圾的夸张照片 从上传的照片可以看到中国游客用过的碗面容器 饮料瓶口罩冰淇淋包装纸等垃圾遍布该便利店各处 甚至地面上流淌着食物汤汁 雪柜上面还堆着从外部带来的垃圾 非常脏乱 尽管便利店的墙壁上用中文写着 请把吃完的食物整理好 但似乎毫无用处 对此韩国媒体也广泛报道 称中国游客去过的便利店出现一片焦土 恐怖的垃圾令人震惊 此外中国人喜欢的横穿马路 更是让韩国头疼不已 因此今年6月末 韩国冀州岛警方在外国游客来往较多的 冀州市十字路口一带进行了特别管制 重点放在了比较危险的横穿马路上 6月25日当天 冀州警察厅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 共查处了4名横穿马路 1名乱扔烟头的中国游客 并对他们进行了罚款 其中有一对情侣 当着韩国警察的面悠哉的横穿马路 被罚后还对警察抗议说 中国公安不会因横穿马路 而征收罚款 没想到横穿马路会成为问题 也有中国游客在横穿马路时 被警察逮住后流了眼泪 向警察抱怨说 为什么只管制中国人 还有中国游客表示 我们是来旅行的 何必这样 再也不来了 据警方透露 今年截至6月21日 在几周岛被揭发擅自横穿马路的有353人 其中70.3%是外国人 此前在首尔仁川经济到平泽市等地 曾发生多宗中国游客因横穿马路发生交通事故 而丧命的案例 今年7月不闻名的中国游客也攻陷了法国北部市镇 Botigny Georgisoni的一片薰衣草地 农场主对此叫苦不迭 其中的一位农场主 尼古拉霍丁回忆道 我看到过有人躺在田里拍照 另一位说 自己曾经见过有两个女人 竟然在薰衣草田中间换衣服 还有人带着猫龙过来 可能是为了在这里给猫拍照 这片薰衣草是在2021年4月种植的 之后会被加工成精油 农场主表示 其实大家来欣赏田地并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在于随之而来的不闻名行为 好奇的人们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 把车停在这片私有土地上 然后在田地里随意走动 毫不客气的带走几只花做纪念 尼古拉抱怨说 他们走动时会弄掉用来制作精油的种子 一旦掉在地上就没用了 为了防止不闻名游客进入 从7月16日开始 这家人已经在花田外安置了警戒线 还立了几个私人财产的牌子 然而这些措施似乎并没有任何效果 一对亚洲情侣声称 我们不知道这是私人地方 也没看到牌子 还有两名女子采了一些枝条 辩解说这些枝条已经被割下来了 所以不算偷窃 当地副市长在得知此事后认为 有必要对该现象找到一个折中的解决方式 他建议农民的工作应得到尊重 也应得到重视 不过希望未来能在当地 种植专门观赏用的花田 以供游客观赏 中国人的所谓素质低下的新闻 并不止于此 去过法国巴黎圣母院的中国人都会看到 请保持安静这句中文告示 而其他国家包括法国的游客 并没有这种礼遇 泰国皇宫洗手间里有醒目的 请便后冲水的中文告示 美国珍珠港的垃圾桶 都有垃圾桶在此的中文提示等等 这种精一简体中文标出的警示牌 在中国游客出境旅游的主要目的地 如法国 德国 日本 泰国 新加坡等国频频出现 无不再提醒着中国人 由此海外各大论坛上 关于为什么中国人素质差 不被欢迎的讨论越来越多 什么叫素质呢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比较政治学博士刘渝认为 直觉的解释是文化水平 但是最新人口普查显示 中国文盲率现在只有4.08% 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另一项2009年研究显示 中国18.3%的25-34岁人口 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高于15.5%的捷克 13.6%的土耳其 以及10%左右的巴西等诸多民主国家 可见中国人的文化水平 怎么也不算低 艺术家兼文艺评论家 陈丹青曾公开发文指出 中国的教育问题 如果绕过体制问题的话 就无法议论 即便体制问题获得最大限度的改革 改善改观 今日中国的所谓人文教育问题 仍然难以议论 难以解决 他认为如今的中国大学生 尤其是大学教师 人文水平 人文素质的触目惊心 不完全是大学门墙内的教育问题 而是历史遗留的问题 假如我们有勇气承认 则人文素质的低下 人文教育的迫切是百年革命的深刻报应 也有时事评论人士认为 根本原因就是共产党的仇恨教育 共产党无时无刻不再煽动中国人的仇恨 使得中国人骨子里对世界充满仇恨 使得中国人这个群体动不动怒火中烧 缺乏宽容的氛围 比如视频中所示 几批学生对着地上与日本国旗图案 非常相似的毯子重重的踩来踩去 似乎在发泄着心中的仇恨情绪 此外9月19日 湖南相谈几名中国小学生 甚至在街头殴打装扮成日本军人的假模特 视频显示大概有5个小学生 在街头对着这名日本人爆打 有的出拳有的扇耳光 把模特打的是东倒西歪 由于中国孩子从小被中共灌输仇恨思想 很多孩子小小年纪就已经成为小粉红 网友评论说新一代粉红已经出涨城 也有的人说这是政府默许的爱国仇日活动 以日本为例 日本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中共的了 中共建国以后 日本屡次和好于中共 甚至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日本人也是抱持着应该互相帮忙 给予协助和信任的心态 但中国人在日本哄抢防疫物资 中共隐匿疫情 中国人对日本疫情变严重的冷嘲热讽 并且小粉红在各种议题上更加失控疯狂的攻击 让日本人先是好心被狗咬而诧异不解 然后感到中国人的恶意与仇视而觉得莫名其妙 最后终于在各种骚扰中爆发对中国的厌恶 那么古代的中国人是这样吗 据资料和实际记载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 中国教礼仪之邦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 在中国的礼乐社玉书书传统六亿中 礼字第一充分说明中国人重视礼仪的传统 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家训学规 都有大量的关于日常衣食住行 待人接物等方面的礼仪规范 可以说当时社会的主流是要求文明修养礼仪行为高雅得体 如果想被社会接纳 就要修身养德而规范自己的行为 唐宋以前中华文化是优雅的代名词 中国是礼仪输出国 而敬天信神相信善恶有报 是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 传统上中国人遵循神佛圣贤的教诲 而努力完善自己的人格 人们对天地人的态度是恭敬谦卑的 整个社会通过礼仪来规范 而如今造成中国大陆人被外界认为素质低 差的根本原因是中共的统治和教育造成的 知名学者夏小强总结说 共产党吹鼓的是天不怕地不怕 人定胜天 经过数十年中共对流氓粗鄙文化的宣扬歌颂 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改造着人们的生活习性 把人变得满嘴脏话 行为低下 为了维护中共的统治 中共的宣传媒体如人民日报 环球时报和一些所谓的名人学者 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 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 或是中国人的素质低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 不然会乱等等 另有时事评论人士夏依凡也认为 中国人这种内心中无善念 行动中不讲理的行为 源于中共以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运动 来鼓励阶级斗争 纵容人们无视公序良俗 离德背信 可以说中共把中国人变成粗俗蛮横的战狼 并推向了世界 另一方面中国人素质差 也是由于中国缺乏对于社会责任感的教育 这里的社会责任感教育 不是私政课上的含含口号 也不是教育大家要为集体服务 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的责任感 而是告诉你人权 给你分析一些惨绝人寰的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 让你自然的会去想保护弱势群体 平等权力 保护大家的共同环境地球 很多西方国家本身就有为他人着想换位思考的传统 在周围人的影响下 你也会变得换位思考 尽量方便他人吧 因此如果说中国人素质差 那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严密控制和洗脑教育造成的 事实告诉人们没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和控制 中国民众如果能够得到新闻自由 可以接收到自由真实的信息 原本勤劳善良的中国人一定能够恢复中华传统文化 能够生活的更好 感谢您收看会眼看中国 欢迎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次再见